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是早上大家觉得好像是空 其实一到中午以后这边是人满为患的 人多到一定程度的 我其实不是为了介绍这边 我只是有个感悟 就是星期五的时候 我收到我们学校的儿子学区的一封信 他的信里面是跟我们说 说经过评测 你们家孩子我们认为 他其实是可以退出ELD了 那ELD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英语不是母语的这种家庭出生的这些孩子 就是英语不是妈德莲 不是不是不是这么来那个 其实就是辅助提高你英语的一个计划 然后呢我们家Eason其实从K班开始就属于不得不参加ELD一直到四年级的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小孩 其实我我我其实很想分享这个话题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我们家孩子不是学吧 你学家其实大概也就一厘米的距离 然后又是一个非常慢热的一个男孩子 我印象当中啊在很多年前当我去看一些周围的朋友啊带着孩子可能因为工作的原因啊去英国去美国那个生活 不管是邻居还是朋友 他们偶尔比如说回国之后呢 会会在那边说啊小孩子啊过去啊适应很快的啊两三个月 这个英语讲的就跟母语一样了 这件事情在我们家就是没有发生 而且我绝对相信 屏幕前的很多人 你们家也会有这个问题 那么我想说什么呢 我想说的是 其实这个不需要焦虑 真的 为什么 就是首先 且不说有那么多的补课机构 我们先不说 即使是一个公立学校 他们就有这样子的一个ELD的计划 他们会评测小孩子 他的这个整个的一个 用英语来学习的一个能力 而且他们有自己的学校的考试 有周里面的这个测试 有各种各样的 那么到底我们家儿子的英语水平 或者说这个英语接近母语的水平 他是怎么样一个提升 我们其实是深感触非常深的 应该来讲 从K班一直到三年级 真的 就真的一直到三年级 他我们其实不是 我们在家里面不跟他讲英文的 他也不跟我们讲英文的 他不跟我们讲 对 不是我们不晓得 然后的话呢 据说曾经他们在学校里面的时候 也经常会那些讲 讲普通话的 讲讲讲 聚在一起的 但是很明显 我觉得从差不多四年级开始 首先他的这个英语交流 无论是和学校里面的小朋友老师 还是日常的去买麦当劳 或者餐厅吃饭 甚至于就是你会一听到 他和小朋友那个FaceTime 打游戏 打电话的时候 那这个说出来的就是你 我已经听不懂了 那么我儿子自己也做YouTuber 他在YouTuber里面的一些配音啊 或者说是直接了道的这些语言 他现在只能用英语来说 那么当时四年级的时候 他就一直在跟我们讲说 他大概率应该不需要再上ELD了 那么所以当我在收到这些东西邮件的时候呢 我们也并不是非常的意外 但是可想而知 整整五年 对不对 整整五年 他才从一个 因为中文是母语的这样子的一个思维模式 切换成可能英语已经接近母语 我还不能说他像我们家Ella一样的 这种母语的这种思维模式 所以我只想表达的是 其实在这方面 不是每一个孩子什么适应能力都是很强的 不用很焦虑 我们家就是这个适应能力非常非常差的这样子一个 所以你根本不需要焦虑 就是你们在很多的场合会听到 人家说半年这个孩子就很流像母语一样的 那么你们会焦虑 那我现在给你们一个缓冲 就是我们家用了五年 就是说只要是在半年到五年里面的 你们孩子的智商都正常 是的 我补充点信息 ELD我没有仔细查过 到底是我们洛杉矶还是我们整个加州 他有的 每一个学习都有 整个美国都有 然后呢 ELD他也就是有一个演进过程的 用理论化来讲 他是说的是母语非英语的孩子的一个语言训练计划 对 但是大家都明白 其实在加州他就针对的是新移民 但是他只是把它说的好听点 为什么要说这么好听呢 其实在以前ELD有个过程 我知道我听那些老移民说 他们的孩子刚来的时候二三十年之前 ELD是专门一个班 也就是说他们每天是到另外一个班级去上课 不是和普通孩子在一起上课的 这个会形成一个不好 就是你们这些母语非英语的孩子会形成一个团体 或者你无法融入 或者你会觉得很奇怪 现在的ELD就是每天下午的一两节课 会把他们调到另外一个班级去上课 这种情况下他们互相之间还会有点觉得有点奇怪 为什么 我们的儿子在去年 就四年级的时候 告诉我们说他可能会出ELD的时候 他用的是我终于可以出ELD了 也就是说在他心目当中 他也明白读ELD 某种意义上面和人家不一样 我不能说低人一等 但是某种意义上和人家不一样 他很开心他不用再去ELD了 这种心态我们大家都知道过 我们也不希望在读书时候特别是孩子时候被人家当作异类 对吧 其实我还想表达一点 就是大家总觉得说好像在美国这个社会 或者说在我们就讲英文为主要沟通语言的这个社会里面 似乎你看英文电视 然后的话周边人可以交流 或者上上英语角 就是那种英语角 我想一想我自己吧 我觉得像我们这种大学毕业都是过了四六级的 甚至于原来我们的工作环境 包括我们以前经常来美国出差 也自认为自己就是基本英语的基础应该不是很差 但是呢的确在日常沟通 在适应到有的时候可能这个日常用语上面会觉得说 哎呀可能我在这边生活时间长了 我的英语会怎么提高 但不好意思不是这样子的 大家都知道像我们现在公司里面的员工也好 我们平时的日常交流 包括像我们不管是咖啡馆啊 还是创业服务这里面 我们针对的这些客户啊 全都是老美 但我说一真心话 我压根没准备我自己应有多少提高 我记得疫情的时候 我当时无聊在家里面 再加上那个时候 Ella刚出生 我不是还特地上了一个提高语言的一个一对一的一个课程吗 我那三十堂课 我的这个对话的这个老师 他是来自于菲律宾 但是他是出生在美国的一个菲律宾人 他完全不会中文 我和他的每一个小时的这一个聊天 在他看来他只有一个疑问 就是你为什么要来上我这个课 你因为你不需要有任何的提高 甚至于我会跟他讨论 中美的就是这个海洋法系啊 大陆法系啊等等等等等等 但是有一点就是有很多的这种单词的发音 甚至于小到就是从 二十多个字母的发音 他都会来帮我做一些修正 可是还是那句话 我没有觉得那三十堂课 对我有怎么样的一个提升 我也没有觉得我每天和我们咖啡馆 不管是多少个白人打交道 我也没有觉得有多少提升 我只能说可能现在 我们听看美剧啊 或者说平时那日常交流上面呢 的确可以不用过脑 但是的确没有用 也就是说如果哪天我回到了一个中文环境 比如说我们去新加坡了 比如说我们在台湾了 也许我时间长了我也会觉得说 哎呀这个英语退步了 所以我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还是一个环境的 可能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会觉得说 也许你觉得啊我这个英语教的 包括我们现在满眼看到的这边的这种 英文字母啊说明啊都是很习惯的一件事情 那你真的觉得他对我本身的英语的等级质量有什么提高吗 其实是没有的 那么一样的对孩子而言 如果他不想流入这个社会 如果他觉得他的英语水平足够他先去这些学术上面 或者说能够让他高中毕业能够混上大学 那你依然会觉得说 等到他哪天回到了一个中文环境里面 你会觉得他他大概没流过学 就这种 这就是回答了我以前的一个疑问 因为以前我有很多留学生的朋友或者是同事 我老有一个感觉就是 为什么你们一点点没有让我感觉你出去流过学 现在就回答了我自己 我的这个答案和感觉跟我太太的刚才说的一点关系 我就告诉你们一点 一个像我们这些在中国大陆从八九十年代开始 小学就开始上英文的人 包括四六级都通过的人 你在美国英文一点都不成问题 所以我还是那句话 我在视频不知道说我多少遍了 我也不理解为什么这么多人说自己英文差 那我只能说那你们从小就读书不好 对吧 第二你在美国待的时间再长 英文水平再好 我们只要是这种第一代移民二三十岁出来的 不是像我们孩子这种几岁就出来 甚至身在这里的人 你永远不要想象英文成为你的无语 那些好玩的那些脱口秀 你永远get不到他的笑点的 不是说你英文好你就能get到他的笑点 不可能的 知道吧 就就像我们这些上海人 我是我们出生就会讲上海话 和你作为一个新上海人 十几二十岁三十岁到上海来学说上海话 你很多的鲤语的这种笑话 你是听不懂的一样的 所以这就是个 心里面的第一代移民都会遇到这个问题 不用网字匪伯 但是你也不用想你的英文比别人好多长 对吧 最终其实我想说的还是那句话 就是大家家里面的孩子都会有可能是学渣 所以如果真的未来运营到美国了 或者说你们去了其他的一个语言环境 那就渣吧 渣就渣吧 有关系的 他有他自己的那个生存的方式方法 他一辈子不出E2D 其实也没有太大关系 不影响他考大学 然后不影响他那个未来的一个人生 对 我们家两个学家 现在大概已经是早上十点了 今天是劳工节 两个人起来肯定就是打游戏 玩沙子游泳也没有其他事情好做 这就是我们家两个学家的日常生活 对吧 就这样吧 我们已经是先peace peace 拜拜 拜拜